據說當年康熙來了 一直不斷發劉宇柔通告 有人說謠傳是因為劉宇柔 勾搭上當時的製作人 這是真的 詹老師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 說真的 大家都覺得他看起來 猥瑣猥瑣的 不是一個正派人 猥瑣猥瑣 但是他很誠實 你看他那粉絲頁名稱喔 詹維中就是愛算命 真的 他就是愛 姜文婧還有一個身分 有些人不太知道 他家裡是開水果行的 對 他繼承爸爸的事業 做水果千金 所以剛好看到今天他的穿著 我想到一種水果 小玉西瓜 匀秤 新鮮 切開一看 不紅 好香喔 好香喔 孫生 不要得意得太早 你是甘蔗 一開始硬邦邦 後來都是渣 好香喔 好香喔 不好意思 講到水果千金 我忘了現場還有一位 榴莲公主 榴莲 掌聲鼓勵一下 榴莲公主 真的 S姐 不知道吧 她家裡以前在馬來西亞 是賣榴莲的 真的做榴莲生意 所以以至於呢 大家看到她就想說 真的跟榴莲一樣 渾身是刺 但我跟你們講 真的 看人要看內在 大家看一下 劉雨柔的內在 跟榴莲一樣臭 天氣真的很臭 站在這邊 我要捅一個馬蜂窩 據說當年 康熙來了 一直不斷發 劉雨柔通告 有人說謠傳 是因為劉雨柔勾搭上 當時的製作人 要 這是真的 B2哥 勾搭妳 就有這些工作 我就要嚴正地問妳 這麼好康的事 怎麼沒有跟我說 但我覺得S姐做這個節目 小姐不惜地 非常值得鼓勵 她告訴全天下的女性 你們可以不需要做家事 你們可以把不想要做的事情 大聲地講出來 所以我也建議 所有現場的來賓 你們也可以開個節目 然後標題就用這種方式 來照樣照句 像是張老師 是 開個節目 老師不唬爛 好 家文姐 開個節目 孫孫 開個節目 老師 不讀書 劉雨柔 開個節目 老公不要走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先生 開個節目 好優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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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優雜喔